旅長 海洋處協會 周圍市長 旅館公會 當然是旅館公會 我們陳理事 還有今天非常多的嘉賓 春春友會 文化觀光福城文化觀光協會 蔡理事長 海洋觀光協會 吳秘書 代表議長 邱議長 陳秘書 這個 李居憲委員的曾秘書 陳立備委員的張鼠仁 還有 曾志杰 李美燕 曾培雅 俊宜新旺 蔡宗豪 周家瑋 還有 王立昭 還有 楊宗成 各位議員 議座的秘書 事實上 非常謝謝 民宿協會 我們臺南是民宿發展非常蓬勃的地方 而且在全國各地評比起來 應該是最好的地方 我看曾經看過其他前世的民宿業者 他們都蠻羨慕我們臺南市的民宿 經營得這麼好 但是 好 還有更好 怎麼樣更好 就是品質有保障的好 就是對於消費者 很多消費者 因為民宿 也有很多地方 其他地方 就是民宿特別有人情味 感覺特別有這種地方的風味 而不是傳統的那樣子的住宿的服務 既然有人情味有時候 就可能 你跟老闆要一些 譬如說 原來怕麻糬 怕 突起不怕麻糬 把手機壓來怕 但是你打麻將線就會很大 吆喝 所以我們特別特別的為要提升民宿的服務品質 就我們發這個台南獨特的我們的公約標章 民宿公約標章 那這個公約標章不是說我們自己要來的事情就有了 我們申請請大家來一起上課 上完課之後呢 還有這個有神秘課的來抽查 那我們很感謝家要 我們黃教授 黃偉雄老師 他的所率領的參與管理系 就有來這個扮演好這個抽查的工作 那今天有36家業者 都是這個抽查合格的 所以說非常非常謝謝 那也感謝各位對於提升旅遊 旅宿服務水準的用心 那我相信這個用心一定會讓大家感覺到 這個付出是一定的要回報 什麼回報 消費者肯定的回報 市府也全力支持的回報 那感謝各位也祝福 大家今年這個暑假的旺季又開始了 旺季了就不要旺季要服務好客人 希望大家一起來把這個開能旅宿 黃金金字招牌插一下插亮 感謝各位謝謝 謝謝 感謝市長為我們鼓勵勉勉自私 那當然今天非常重要的一個身會之中 不只有我們市長的勉勵之外 我想這個時刻是不是也要來邀請 接下來的時刻呢 由我們的局長也為我們帶來今天最重要的勉勵時間碟 讓我們熱烈的掌聲有請 關旅局林國華舉掌 為我們致此勉勵掌聲有請 大家好 好 聽得到嗎 可以 各位立委還有我們這個議員 這個付出的特助主任 長官米蘇還有各位這個通過36加 這個應該是說過五官16獎 改成經過民宿的這個公約標章的這個 合格的民宿 這不簡單喔 給自己鼓勵好不好 請讚喔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是這個很高興的心情 我們有八百幾間的這個627家的民宿 那剛才我們周龍堂 我們都叫六伯 六伯阿 他都罵到 沒有了 沒有 因為你最近替仿器問 沒有實在 沒有 因為經過黃老師的嚴格品鑒 我們套過這個公平支支 我們說不夠就給他品鑒 也沒有意思 所以我們就要先做一個訓練 那訓練喔 光訓練 幫我們四家就先塞掉 剩下三十八家 受損後 經過這個疲倦 只有三十六億 最終的不簡單 比這個科大比較不簡單 大學應該錄取率有百分之一百零五 應該是齁 所以大家大家會很高興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瓶鋼 讓這個台南市民宿的疲法打出來 平均可以直升在一身 塗在一身 我相信這個台南市民宿的住宿環境 最終的受到世界上 包括我們台灣本身 包括我們世界上這些路況的環營 我簡單這個證保證給我一下 有些素餘 因為有時候說我們如果記不得了 記者朋友在記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記住一個相片 給相機來證明 有什麼不走? 有什麼不走? 沒有還是不走啊 卡住對不對? 沒有 我們看齁 這素餘來說很近 我們有八百八十七斤的民宿跟路館 民宿就有六百一三斤 這個路館就有二百六十四斤 我在這裡各位民宿拜託一下 因為我們的民宿的住用率 去年是三十九左右 不過我感覺齁 我們這個民宿的營收齁 沒有去把國稅公的財政部的國稅登記系統 給它落實登記啦 所以我們的營收齁 去年是一百二十八億 我感覺應該還有一些黑樹 黑樹應該是紅樹啦 還有一些東西會打開 所以我們自己的民宿公約標章 我們怎麼叫我們這個 我們自己都自己做也沒關係 別人把你做也沒關係 要落實這個報稅的好公民 多多到我們財政部去這個落實報稅 讓我們的營收能夠更精進 這個一百二十八億的這個素餘代表什麼 我們市長剛來的時候 20 美國一百一年 2018 它的總營收 到六十八億 六十八億 到今年是2024要不會過 到今年2023 我們的總營收是一百二十八億 最終是八十八億 那是不簡單 一個山西 要把這個 入修的營收員 十八億 在這裡沒有到六十億 就可以增加到一百二十八億 這是不簡單的工作 這跟我們公協會理事長 其實要跟他拍手 謝謝 謝謝 我們看這個很簡單 我們也要給我們六十個感謝一下 我們也要幫他拍手 謝謝 我們看第二點 你看 你看你這個北京 來 你給他看 我們剛才說的公約標章 是我們九大友善的其中一項 你看我們台南市政府 跟我們公社會 跟我們公社會 要做服務的工作 要做多少 友善的旅宿環境的改善 很不簡單 我看 我們有辦法 這個世界最困定 我們是一個十大必有城市 司令人跟我們說 我們是四個 二十四個必有的城市 那是不簡單的 幾個阿周 我們台南市而已 連台北 港高雄都沒有去日本 所以這是非常不簡單 那九大友善 我們公部門是扮演 推動的火車頭 不過真的 撒飛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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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 官學都防我們的旅宿環境 都做到很用心 你看 我們今天要頒做 右上角 右上角 這裡民宿經營公約220家 這是今天增加36家之後 會成長到202 你看上一頁 上一頁是623 所以我們還有努力的空間 這也要拜託黃老師 我們到家旗 我們到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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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在夷 我們今天要一頁給我們來促成 更好的旅客友善品 值得旅宿也好 因為他沒有在我們說到 他都跟我說到 他來 我今天要給你們 你看這個標章 這套是要三步走 不簡單 所以我們沒有做業 做業者覺得 沒有什麼困難 他們知道要提的標章 其實是非常必須要有 這個很大的決心 跟服務品質的行政大方 我們也萬一不夠想 黃老師讓我看看 他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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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平感的這個 李起雲議員做也請請教 可以 謝謝 台南市議會李起雲議員 我要介紹的很重要 謝謝 我們透過黃老師的這個平台 也透過一個這個 這個基礎課程的培訓 到我們正式被評鑑通過 這也是一個不簡單 取得這個民宿公約標章的一個困難 謝謝大家的聆聽 黃老師說我們要分享給他 這個評鑑的這個分享 讓他很高的時間讓他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局長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邀請這次 評鑑委員黃飛雄 胡教授來為我們分享憑借心得 來掌聲熱烈 歡迎教授 你好 謝謝 我們局長還有我們各位的一個長官 就是貴賓 剛才聽完局長講的 我覺得我們參 我們的那個台南市民宿 其實不會因為想 我們其實在推動的一個叫ESG 透過我們的G 我們的治理公約的這個部分 他要秉持我們民宿的社會的責任 對於進行我們友善的一個環境 所以呢 不要因為我們民宿小 再來 而不是說民宿小不能去做我們ESG 那ESG最重要的目的是做到 我們聯合國的一個 有續發展的一個目標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 以我們這個角度去推廣到 整個有別於我們 甚至有別於我們其他的限制 還有其他的一個國家 這個部分我就一開始做一個啟頭 那這一次看 當然有36家 我沒辦法一一講 我其實都看出各家的一個特色 那我這裡來講 就舉出了三家的一個特色 那這一家的一個特色非常特別 它是空間的一個設計 而不是我們傳統的 一般的一個正正方方的一個房間 它是透過設計 業者非常用心 用心是在於他很多的一個場域 他可以帶來他的一個故事 從市井感官的一個刺激 而讓我們的遊客感同一種不一樣的一個視覺的一個刺激跟感受 那這個業者也非常用心的是一開始在籌備的過程當中 為了避免影響交通跟鄰居的一個交通的不便 積極的去尋找我們的停車位 給遊客一個很安心跟公共安全的部分去提 可以安心在這裡住宿 也不會影響我們的鄰居 所以這一間 其實我們發現 我們的業者真的是 比我想像中的 就很像 媽媽在照顧小孩子一樣 讓我們全國的一個遊客 回到家的那一種感覺很用心 比我們自己的媽媽還要用心 好 那這一間 這一間 這一間是 它用我們自己家裡的鼓措 去經營的一個懷舊風格的一個鼓措 那這樣特別是出 這在於 它自己有自己的一個花園跟菜園 那個花園跟菜園 慢慢去提升 供應給我們的一個遊客的餐點 跟沐浴爐 還有一些這些東西 那 因為我這種年紀 走到那裡面 我就想到我小時候 就很像走在歷史的一個 住在歷史的一個軌跡上面 穿越時空 我真的很感受 這句話說以前 我會有壓克力的一個浴缸 它就會迴響 那如果今天 爸爸媽媽擁有這種年紀 帶著小朋友的時候 去 除了我自己可以回憶以外 也可以讓 傳承讓小孩子以前 我們老人 我們的 長輩生活的一個方式 那吃的東西 是現在的 好 用的東西是純自然的 這即使也是我們ESG裡面的 重要的一個精神 好 好 那這一家 因為我們剛才叫友善環境 客人來我們的一個民宿裡面 當然會有所謂的一個很high 很高興 這是我們的一個空間 那這一間的一個民宿 因為它有一個風格是屬於小孩子的遊序 裡面有一些 沒有滑梯啦 但是這樣的一個情形就會 可能會影響到 旁邊的我們的一個鄰居 所以葉子 真的很有錢 花了幾十萬 在做降噪 就隔夜的部分 這個是他們在施工的一個過程 好 所以從裡面來講 你就會知道 它其實在 我們在經營我們的民宿 在獲得利率的一個同時 我們同時在照顧我們的 我們的鄰居跟我們的一個社區 所以我們的民宿其實 照我們來講 我們怎麼去透過我們的公約 再來 去友善的一個環境 友善的環境 我們節能減碳聖水 第二個垃圾的分類跟回收 好 那再來進行我們的敦慶 募運而達到 所以呢 各位我們的民宿的業者 其實我們 是在做永續的經營 在賺錢的同時 我們也是為了這個社會的環境 在做努力 好 那以上的一個分享 就到這裡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再來是感謝 非常富有價值 為我們分享披荐的心得 看到每一個階段 都可以感受到 我們各位民宿業者 還有老闆們 能用心為台南施設一塊土地 也為了我們的民宿 付出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準備要進入今天 重頭戲的頒獎儀式囉 透過G4的評鑑 其實民宿業者相當相當的不容易 要經過評鑑培訓課程 以及實地的診斷評鑑 一連串解弱密鼓的作業下 結果出爐 一共有36家民宿業者通過評鑑 再次呢 掌聲要來邀請各位評鑑業者通過 來幫我們做個準備的時間碟 那是不是要邀請我們局長 也來幫我們上台做頒獎的動作 來掌聲 歡迎局長 好 待會呢我們頒獎完畢之後 會來一個最後大合照 那邀請做續續抵達的各位長官貴賓 幫我們準備一下 歡迎民宿業者一切樂趣 感謝